掌柜说西游记 第九十回 九九八十一难 在传经结束以后 观音菩萨就向佛祖汇报 那些护卫唐僧这一路的神仙 也跟着都交织 天神们记录了唐僧这一路的 取经经历 那这就是所谓取经的九九八十一难 其实所谓九九八十一难 是天神们向佛祖的汇报 这是一个他们交上去的汇报的目录 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看完书 未必都知道所谓的九九八十一难 到底都是哪些事 是吧 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那我就给大家读读听听 是吧 大家也跟着我 咱们一块回忆一下 是吧 咱们这一段到底都讲过哪些故事 九九八十一难 其实是三十八个故事 是吧 这些故事 这个三十八个故事里 有一个应该不是 咱们以前讲过 就是乌鸡国那个故事 那有的说 说说这个故事应该不是不属于西游记当中的 这是后来人加上去的 那就是说通过三十七个讲述 无的这么这样的故事 向你证明心经中的这个空 这就是整部西游记的主题 那三十七个讲无的故事 向你证明空 我们也给大家讲了 是吧 为了证明这个空 吴承恩其实还避免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故事应该被加入到西游记当中的 但是西游记中没有 那就是其实这个故事 他所以没有被加入西游记 这个故事就是就是唐僧的来历 就是那个那个陈光蕊 唐僧他老爸陈光蕊的故事 这个故事没有被加入到西游记 是因为这个故事最终必须被讲成有 是吧 要是这个故事最终 陈光蕊的故事要是讲成无 那就没有唐僧了 吴承恩在这没有讲这个故事 是因为这个故事最终就是这样 一定会是有 他和整部西游记的主题不相符 所以吴承恩最后没写这个故事 所以整个西游记当中的这个故事 是多了一个和少了一个的问题 是吧 我们也说乌鸡国那个故事不应该有 是吧 在乌鸡国那个位置上 咱们以前讲过了 在乌鸡国那个故事的位置上 原本应该是施托岭那个故事 无论是从经过的唐僧这一路走过的路程 经过的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 这种这种具体的路程 玄奘当年走的路程 无论是从这个路程的角度 还是从整个故事的内容来说 施托岭那个故事都应该在乌鸡国那个位置上 乌鸡国那个故事是后人加上去的 为了这个目的移动了施托岭的故事 这是一个不应该有的故事 和一个被移动的故事 还有一个应该有但是没讲的故事 这就是陈光瑞的故事 再加上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故事 是吧 其实我们说的这38个故事里是不包括孙悟空的故事 孙悟空的故事其实算是前传 9981难中没有孙悟空闹天宫 是吧 所以西游记到底有多少故事 这个事其实说不太清楚 大体上我跟你说西游记中的故事 咱们说大体上是40个左右 关键就是 为什么说不准的关键是 你怎么拆分大闹天宫这个故事 是吧 我们后来说 整个西游记9981难 是说唐僧的故事 你说唐僧故事是38个 37个36个甚至39个 其实我跟大家说 这这都是算对的 都是有道理 反正40个左右 按照一般的说法 按照掌柜讲这个故事的顺序来说 是38个 是吧 按照掌柜的算法 一会给大家算 就是说掌柜把整部西游记 分成上级中级和下级 那不算孙悟空的故事 是吧 就是唐僧的故事 一共分成上级中级和下级 上级故事是18个 中级10个 下级10个 加在一起 这是38个部 38个故事 没办法 掌柜是学理工的 凡事都都做统计 哎呀 这是这是做做软件啊 做系统分析员啊 职业病 大家 忍受一下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回顾 这些天 我们讲过的那些故事 唐僧的前四难 是吧 其实 其实西游记啊 很多本子中 这唐僧的前四难都没有 一般就是作为咱刚才说的 作为一个附路 加在第九回的后边 就加在闹天宫以后 在唐王做梦之前 很多的版本是在这 加了一个附路 这就是陈光蕊的故事 为什么原书中没有掌柜给大家解释 就是这个故事是被友谊漏掉 因为他不是一个讲空的故事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要讲空这故事里 就没有唐僧了 对吗 这是这是唐僧他爸爸的故事 所以他和以后的故事主题上不一致 吴承恩是有意没写这个故事 而且呢 这是一个明朝 很多小说集中 非常常见的故事 只要提几句 明朝人只要看过几本小说 那就那就知道这个故事 所以吴承恩不用把这个故事 写得特别仔细 大体上就是那样 在对话中提几句 跟大家说 吴承恩虽然没有写这个故事 但是在明朝 就这个故事里 只要你提几个情节 稍微提那么一下 大体上 当时的人就能知道这个故事 是讲什么的 你现在即使你不知道 我跟你说 随便你找一本明朝的故事集 只要这个故事集的主题是 是说英国的 什么三言 什么二拍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有这样的故事 类似 类似的故事 所以这前四呢 你看啊 金蝉 遭贬 第一呢 出胎击杀 几杀 第二呢 是吧 满月抛江 第三呢 寻亲报仇 第四呢 按照咱们现在的情况 这其实和大闹天宫 合在一起 再加上猪八戒和嫦娥的故事 杀和尚和刘立斩的故事 唐僧和如来佛的故事 白龙马和老龙旺的故事 这几个故事加在一起 足够撑起一部西游记前传 而且陈光蕊的故事跟大家说 是被友谊漏掉的 吴承恩不希望你关注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和主题不相符合 有一个听众前几天问了我好几次了 是吧 陈光蕊那个故事到底西游记里有没有 这是不是真的 我这就算是回答你了 那正式的西游记当中应该是没有的 但是后来有一些本子 是把这个故事加上去了 加上去这个故事 加上去这个这个故事的本子 时间上是非常非常错乱的 没法讲了这个故事 跟着是咱们开始讲西游记的上级 是吧 我给西游记的上级取了个名字 叫大唐文明 这是西游记的上级 这个上级当中包括了17个故事 是吧 一共是28呢 第二个故事 就是西游记当中的出城逢虎 第五呢 这是第二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是落坑折从 第六呢 这是第三个故事 第四个故事是双岔岭上 那这是第七呢 这都是唐僧出门 是吧 在在大唐境内自己一个人走的时候 的遭遇原来还有俩随从 后来就没有了 让妖怪吃掉了 是吧 掌柜给大家讲了 这一段其实是和玄奘当年历史上的玄奘在唐朝的遭遇是一一对应的 每一个妖怪 是吧 每一个主要人物在玄奘的传记里 你都可以与一个真人对应 基本上这一段就是沿着玄奘的事迹写的 是吧 只不过这里边把一些人把一些坏人写成了妖怪 把一些好人帮助过唐僧的人写成了神仙 唐僧在这几集里 其实咱们说根本就谈不上有 实际上这就是说空 你仔细看 唐僧在一开始这第二第三第四这故事里反映出来的一件事 就是唐僧的理想很丰满 但是现实太骨感 是吧 靠唐僧自己 他虽然有坚定的意志 可是人生不可能建立在贵人相助这个起点上 其实读到双叉领域虎 是吧 我们我们其实心里是已经确定唐僧的结果呀 凶多吉少 这个取经的任务凭人类的力量 怎么可能完成呢 是吧 开始的虽然轰轰烈烈 但是到头肯定是一场空 这就是西游记 他的前三个故事 就是从第二第三第四第三个故事 反映的都是这样一个主题 一直到第五个故事 是吧 两界山头 这是第八呢 一直到这儿 唐僧遇到了孙悟空 这就是后面神话故事的开始了 西游记 其实原来很可能他的主角是孙悟空来着 后来重写的时候才才是唐僧 这个这个掌柜给大家讲过 是吧 吴承恩的人生经历 西游记是分两段写成的 这中间 吴承恩当了七年限令 这七年限令的经历 让吴承恩对人生的感受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当官以前 吴承恩心中是充满了孙悟空的 当官以后 这就这就是唐僧了 是吧 满怀战斗精神的孙悟空 就是就是吴承恩对于青年时代的一种总结 孙悟空的性格就是20岁的你 唐僧那是那是你的60岁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人生的态度 西游记这一路给你写 唐僧怎么说 孙悟空怎么说 大家去体会 这都是面对同样的事情 60岁的你和20岁的你 会有什么不同的对待 第六个故事 应酬剑换马 这是这是这是第九呢 是吧 但是它是整个西游记中的第六个故事 这是这是白龙马加入取经团队了 白龙马是你的童年 是吧 虽然家里很乱 但是白龙马对这个事 哎呀从来都不关心 20岁以前的你 走入社会以前的你 就是这样 凡事都都设身事外 哎 这就是一个一个小孩 他的他的人生态度 第七个故事啊 夜被火烧 就是第十难 失去袈裟 第十一难 哎 这个故事写的就是那个 那个金池长老 观音禅怨 雄屁怪 哎 就是那个故事 其实这一集 仍然是人物介绍 是吧 这一集我跟大家说 介绍什么 是给你介绍 这有在整个西游记中一个重要的角色 观音菩萨 啊 再一个就是告诉你 到底后面故事当中所说的神仙世界 是怎么回事 这以后就是唐僧师徒面对的面对的世界 就和这一集观音禅怨和后面的雄皮怪 所面对的世界是一样的 这一集其实人物是最全的 你看神仙 是吧 妖怪 恶人和无辜 都有 大体上 以后就是 就是 就是 改改装 是吧 换个样子 但是主题和主要人物 哎 就是 就是这些 第八个故事 收服八戒 这是第十二呢 是吧 咱们 咱们在这讲了猪八戒的故事 哎呀 那个 那个苦涩的中年人 对吗 哎 他曾经的辉煌和他眼前的无奈 以及他心中的困惑 我们说这代表了你人生三十岁到四十岁这段猪八戒的故事 其实跟大家说掌柜啊 觉得特别喜欢 黄蜂怪 是吧 这黄蜂怪祖 这是第十三难 请求灵级 这是第十四难 这是第十三难 第十四难 合起来是西游记的第九个故事 这也是 这仍然是人物介绍 是吧 其实 其实这是个出场不多 但是其实一直都在背后的整个西游记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配角 就是佛教中的密宗 密宗 在佛教发展历史上非常重要 同时呢 这一集其实也是一个方法论 其实就是告诉你 读西游记的时候 你要研究一些 一些背后的原因 你比如说灵级菩萨的故事 还有后面很多菩萨 他们自己的故事 其实这也是西游记故事的一部分 你不了解这些菩萨的故事 你很难读懂 这一集 吴承恩要讲什么 这是一个方法 是吧 就是说 你在读西游记的时候 还要去顺带手里了解一下 他提到的那些 那些神仙 他们背后有什么故事 然后你才能读懂 原来这妖怪是这么回事 再往后 刘沙 难渡 这是第十五难 收得沙僧 这是第十六难 这是西游记的第十个故事 好了 到这沙僧来了 我们给大家讲了 是吧 沙僧在后面的故事中 他代表了人生中 你狡诈的顶点 这样一个看着很老实 但是一肚子奸诈的沙和尚 这是掌柜说的 这是你的四十岁 其实走到这 讲到第十个唐僧的故事的时候 取经团队 才凑齐了 从第十一个故事开始 西游记进入一个新的主题 那就是讲心经 证明空 以后的故事 都是围绕着证明空这个主题 围绕着你人生的这四个阶段 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六十岁 就是作为白龙马的你 作为孙悟空的你 作为猪八戒的你 作为沙和尚的你 还有作为唐僧的你 通过这人生的几个阶段 给你证明 人生各种各样的空 第十一个故事 四圣显化 这是第十七呢 就是菩萨 四个菩萨来捉弄猪八戒那一集 表面看 这集是说决心 是吧 取经人的信念 佛祖们在 菩萨们在考验 取经人 你们的信念是不是坚强 但是其实这也是说空 说什么空 女色是陷阱 是吧 到头来 都是空 这是第十一个故事 第十二故事 就是武装难 武装冠 武装冠是第十八难 然后救活人参 是第十九难 这一集开始有了唐僧肉 对于所有的妖怪 唐僧肉都是诱惑 而诱惑最终证明 都是空 唐僧是取经人 但是本身 他被从这一集开始 他被设定为一种诱惑 就是因为唐僧在这吃了人参果 他的身体一下子就发生了变化 变成一种诱惑 通过妖精们的行为 妖精们开始从这一集开始 有吃唐僧肉的强烈需求 就通过这种需求 给我们一次次展示 诱惑是魔鬼 所有的诱惑到了最终 都是空 你吃不到唐僧肉 无非最后结果 无非就是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这就是一种空 第十三个故事 是吧 贬退心园 第二十难 这是这集是三大白骨精 这是第一个要吃唐僧肉的妖怪 咱们说了 这是空 妖怪是吃不到唐僧的 白骨精最后难逃一死 逃不过一死 无非就是以他的死 证明空 黑松林失散 第21难 宝像国稍疏 第22难 金鸾殿变老虎 第23难 这三难是西游记中的第14个故事 这个故事 哎呀 听掌柜书到现在的肯定 我敢说 你的印象深刻 是吧 这就是奎穆郎的故事 这要不是空 你说人生中 那真的就没有空了 对吗 通过奎穆郎这个凄惨的故事 吴承恩给你讲了 空 跟着平顶山逢摩 第24难 莲花洞高悬 第25难 金鸾大王和银鸾大王的故事 这也是空 是吧 是两个 讲两个苦命的童子的故事 就是金铜和银铜 这也是掌柜最喜欢的故事之一 第16个故事 开始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反复说乌鸡国救主 第26难被被魔化身 第27难 这是这是乌鸡国 是吧 掌柜说了 这个故事不是西游记的 因为他没有证明空 而是最终这个故事是证明了有 他证明了一种叫什么 善有善报 是吧 这么一种故事 英国 这样一个有的故事 与西游记 其实乌鸡国的故事 你仔细看他和西游记的主题是不相符合的 你就想一件事 为了突出这个主题 你想啊 整个西游记 老吴把陈光蕊的故事都舍了 所以不会在这写这么一个这样的故事 证明有的故事 就跟有沾边的故事 老吴觉得陈光蕊的故事跟有沾边都舍了 哎就到这根本就不可能说说写一个像乌鸡国这个内容的故事 哎 掌柜跟大家说反复说 其实其实这是这是掌柜独创的一个 一个观点 是吧 以前从来没有听到有别人这么说过 是吧 你你肯定也是也是第一个听到掌柜这么说 哎 就是就是施托岭那个故事 是吧 不但在主题上各种的 其实整个主题就这样 各种的妖魔在西游记中 不管你多牛 最后都是空 而且跟大家说 这个时候基本上 你要按地图说 是吧 就是说乌鸡国 这个其实就是走进中亚了 应该就是走进那个种斯坦了 是吧 施托就是斯坦 从各个角度吧 其实最终你要看懂了西游记 你都证明找 你都会觉得掌柜说的这个是对的 原本在这儿 在在乌鸡国这儿的 应该是施托岭这个故事 可是可是后来有人在这儿加了乌鸡国这个故事 把施托岭那个故事搬到后面 哎 这个其实就是就是经过这一改呀 整个西游记的结构就都被破坏了 咱不去管他 继续讲是吧 第十七个故事 就是浩山逢怪 第28难 是吧 丰社圣僧 第29难 新元遭害 第三十难 请圣降妖 第三十一难 浩山这就是红孩了 是吧 红孩的命运 或者叫红孩儿的命运 这肯定 是空 是吧 就是妖怪最终都是空 这句话怎么解释 一个 一个是呢 就是为什么咱们说的说妖怪都是空 一个是妖怪 你看一个一个负面 其实就是向你展示人生啊 这种种的空 是吧 所有的妖怪都代表一种空 但是同时 其实也是也是告诉你 就是唐僧啊 所谓的苦难 唐僧遇到的这些苦难 不就来自于这些妖怪吗 其实这反过来也是告诉你 所谓人生中的苦难 也是空 妖怪最终不能把你怎么样 你人生中的那些愿望是空 其实你遇到的那些苦难 反过来看 也是空 站在不同人的角度 站在妖怪的角度 你看到的是愿望是空 站在唐僧这个角度 你去看 那就是苦难是空 人生无所谓愿望 也无所谓苦难 讲到第十八个故事 是吧 就是黑河沉默 第三十二难 那这就到了黑水河了 这是这是西游记的上级和中级的分水岭 黑水河以后就是外国了 那不是说不是说国家这个概念 是吧 大唐从两届山开始就出了大唐的边境了 但是一直走到黑水河 那这里才走出汉家文化 那一个是文化的概念 一个是国家的概念 从这以后跟大家说就是从第三十二难 就是黑水河这一难 从这一难以后 西游记当中说的再提到道 就不是汉家的道教了 那都是外道 仔细去读 西游记说的很明白 所谓的道从那以后开始都是外道 就是什么什么蒙古的宗教啊 阿拉伯世界的宗教啊 波斯的宗教啊 反正咱们不具体是哪一个 但是大家注意 基本上这不是佛家和道家的争夺 很多人在这解释为佛家和道家的争夺 这是讲错了 这是汉家文化和外道之争 佛与道在这个以后 在西游记的上级中是有区别的 但是到了西游记的中级和下级中 佛和道就合而为一了 它都是汉家文化 你看佛和道就部分家了 和他们作对的是所谓的外道 其实就是其他文化中的那些宗教了 你像什么什么伊斯兰教啊 什么什么圣火教啊 反正就是这种 在这就是在整个上级中 一开始唐僧和玄奘的故事 在西游记的上级中 是高度相关的 一直写到黑水河 基本上咱们讲过 主要的地名都是有对照的 主要的人物也都是有对照的 西游记就是按照玄奘取经 所经过的国家 一个一个写的 西游记中的妖怪 也基本上能对应出 玄奘当年一路上 所经过的那些坎坷 从长安一路走到中亚 开始出现各种斯坦 是吧 但是这以后 从西游记的终极开始 这种一一对照的关系 就就没有了 就对不上了 好了 关于西游记9981难 咱们将分两回 给大家讲解 咱们今天讲了 西游记的上级 是吧 9981难的上级 明天给大家讲 后面的终极和下级 OK 按照 您儿子 5个字 Clef 好 按照 就 这样 那么 终枉 5个字 2 0 1 2